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在炎热的夏季,凡是有夜市的地方,必然会是人山人海的景象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个好频率满分的夜市 泰国火车夜市 看名字,大家应该就知道 这个夜市就位于泰国 由于坐落在拉叉达大街上 所以又被称作是拉叉达火车夜市 今年来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 越来越多的夜市 很多人都开始计划去泰国来一趟出国游 毕竟泰国离我们国家的距离很近 而且当地的物价也相对低廉 当地的美食更是能牢牢抓住吃货们的胃 泰国火车夜市便是极具代表性的一处地点 这里一看称是吃货们的天堂 泰国火车夜市主要分为三部分 美食街,酒吧街,跳蚤市场 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美食街了 国内很多美食街的商家都以宰客而闻名 有些著名景点附近的美食街 一瓶矿泉水都恨不得卖十块钱 但在泰国火车夜市 这种现象却毫无发生的机会 在这里有这样几项规定 所有物价必须公开透明 发现宰客罚款一百倍 同时还明令禁止中国商家入住摆摊 也正是因为这些规定的存在 这个夜市也成了泰国最严的夜市 面对这些规定 尤其是最后一条 中国游客不仅没有任何抵制情绪 反而还拍手较好 毕竟在国内黑心商家都是出了名的 在一些知名景区 有时候一瓶矿泉水都能卖到十块钱 对于这样一座泰国最严的夜市 大家是怎么看的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得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